2024年5月12号又到了咱们依法爱国的时间 今天就聊一个昨天发生在南通的一台大巴车 因为交通信号灯故障撞上了另一台渣土车大货车 导致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交通事故 其实主要是车里拉的都是小学生孩子 让这场交通事故就看着惨烈程度加深了好几个档次 更何况现在中国的社会氛围就是稳定先行 事故发生后当地的政府先去压舆论 先去稳定家属的情绪 也不告诉家属人怎么样了 也不告诉家属孩子怎么样了 家属到了医院之后 先给关进小黑屋 先给摁起来 先给勒令警告 然后再说呗 是吧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另外一个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 南通发生了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交通信号灯都被检修了一遍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现在啊 中国的官吏已经到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程度 所以没有命令 没有人指挥 他们就跟尸体僵尸死人是一样的 不会干事也不能干事 特别是像这类安全责任事故 从2021年左右 老王开通这个频道 就一直反复的在说 他一定会频发 原因就是基于这个老王对中国官场做事办事的一个了解 比如说梅大高速 死了50多个人 那一段高速在一周之前 就是坍塌事故发生之前的一周 就已经有巡路的人员发现了苗头 发现了隐患 但是这事报上去之后呢 也没耽误那段路开通啊 也没人维修啊 究其原因呢 是下边人瞎了 还是上边人傻了 这事都不是假设和推测 就是上边的党委书记们 觉得这点小小的隐患 因为还没有发生很严重的后果吗 这一点小小的隐患 哪有开会领悟谁的指示 谁的精神更重要啊 那些才是升官发财的道路 修路 修路着什么急啊 屁大哥事啊 不要耽误老子开会 是吧 这就是如今的中国官场 十年前甚至五六年前 这种事会发生的少一些 或者发生的概率低的原因呢 是中国官场里还有一些技术官僚 但是懂技术的人就不好管 不听话 不喜欢服从命令 听指挥 所以有个人的性格 于是乎呢 经过这几年的逆淘汰 基本上都淘汰光了 那么南通发生这起交通事故 你说它是纯粹的交通事故吗 责任到底在谁 罪魁祸首到底是哪一方 首先一个交通信号灯失灵 这个在官方的通报里是写着的 因为执行啊 他是强调因为执行的信号灯失灵了 所以大巴车司机就没有停车 然后呢 到最后的结论 你仔细看下边最后一句描述 扎土车司机已被控制 但要是纯粹的就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来讲 你就是大巴车闯红灯了 闯现行了 扎土车正常行驶没毛病啊 但是到最后呢 扎土车背负了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 煤龙高速坍塌事故的时候 老王说多亏底下没翻下去两部大货车 不然的话 这段高速的垮塌 罪魁祸首就是大货车 超载 但是老话讲的好啊 冤有头载有主啊 如果不是信号灯失灵 大巴车司机不可能闯这个红灯啊 所以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 或者最大的责任一方 引发这起事故的一方 就是你市政部门啊 你交通部门啊 你南通的政府管理部门啊 但是到最后呢 还是扎土车司机背负了所有啊 司机已被控制 估计到最后一个责任认定下来 扎土车司机还得判个几年徒刑 这个就是中国如今的司法和社会现状 其实再往前讲 关于南京一栋居民楼起火 烧死了不少人 那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啊 是老百姓的觉悟不行 不懂法 把电动车推上了楼去充电 这是中国官方主流的一个论调啊 但是咱们仔细去分析这件事呢 他怪老百姓怪不着那个或者说能怪到也只是次要责任 主要责任是啥呀 你电瓶怎么就凿了 中国的电动车电瓶为什么那么容易起火呀 哦 这事从来没人说 国内的官方也从来不会讲 但是这起火灾发生之后呢 你又开始搞运动 就和南通在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掀起一场维修信号灯的运动一样 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 查处查扣电动车的运动 是吧 老百姓都别说把电动车推回家里去充电 骑头不上骑呀 只要你买回去 那就违法了 只要你骑出门 那就犯罪了 是吧 那根源在哪呢 你今天把老百姓的电动车收了一查 收了一批 逼着老百姓以旧换新 刺激一下GDP 明天呢 后天呢 电动车你 要么你就彻底不卖 特地的在中国禁绝两轮的电动车 这种火灾隐患就没有了 是吧 这也符合党和 这个 这也符合新时代的作风 一拍脑门一刀切 完事了 是吧 你又不进决 那么只要老百姓还能买到电动车 只要街上还有电动车 只要楼下还停着电动车 那么火灾隐患 是不是就一直存在呀 也有朋友留言 说老王这把中国的这点电动车 都给喷得半死了 哎呀 真是这句话看完了 我感到非常之羞愧 因为老王费了这么大劲 写了这么多年 从2012年 比亚迪电动车第一次发生爆燃烧死人 开始到现在十几年了 竟然才搞了个半死 看来革命还未成功 老王还需努力 我得弄死他呀 为啥弄死他呀 因为这件事的解决方式 中国政府做的就是不对 没有解决罪魁祸首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啥呀 不让老百姓把电动车推楼上充电 不让老百姓骑电动车 不让老百姓买电动车 甚至禁绝电动车 不允许企业生产两轮电动车 这个隐患就没了吗 这是处理隐患的方式吗 不是 你为什么不把中国电动车 使用的电瓶 搞得更安全一点啊 为什么不在出厂之前 让中国的电动车电池 爆燃起火的概率降到最低呀 为什么呢 是吧 别说两轮的 四轮的不也是这样吗 老王天天在这说 中国的国产四轮电动车 起火爆燃 那就是移动火葬厂 移动焚尸炉 原因是啥呀 是我看不上的 我就是幸灾乐祸 其实老王的心态 一直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你这种电动车的电池 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在没有解决这个隐患之前 你就不可以出厂 都别说出来销售了 都别说出来用政策 绑架老百姓 不患不行了 明白吗 你把一款携带着安全隐患的产品 推向市场 你就是包偿祸心啊 你就是谋财害命啊 你这个隐患不解决 老王就得天天盯着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隐患不解决 那么无论你把消防的力量 加强多少 无论你给老百姓脑子里灌输 多少的消防安全意识 那么这种事情 还是会随着电动车保有量的上升 而提高发生的概率 被烧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明白吧 中国有些老话叫什么 小动不补 大动吃苦 这个才是一句真理一样的东西 像昨天那起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南通还掀起了一场 维修减修交通信号灯的运动 有好多的中国人还说 哎呀 这是亡羊补牢 这好歹呀 是事故带来了一场改革 倒逼 亡羊补牢 游未完野 是一句道理 但是呢 前面咱说了 发现那个漏洞 及时弥补那个漏洞 别让羊跑出去 这才是现代的管理意识 甚至呢 羊跑出去了 咱能给他追回来 赶回来 人死了呢 你还能救回来吗 这个就是要看 你发现的这个漏洞 这个隐患 它最终要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导致的最终结果 或者恶果之中 会有人命在里 会导致更多人死亡 那你说这个漏洞是 更早发现 及时发现 及时抢修 及时弥补 将这种漏洞和隐患 消灭于未然 还是等着事故发生之后 某某书记立即赶赴现场 做出重要指示 然后最高领袖 做出最高批示 及时抢修 恢复通车 人命 人命算个屁啊 是吧 所以啊 在中国 很多时候老王就想 每次聊这些事 都想提醒大家 安全隐患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 当我们遭遇安全事故 危害的概率越来越大 死的越来越随机的时候 自家有孩子的 特别是自家有孩子的 还是要防患于未然 因为对于中国的草迷而言 连一个水价是否上涨 咱们都没有资格去 说三道四 表达自己的意见 就只能靠着政府 找来的几个老狗 奴才党棍 是吧 还举办一场听证会 强烈要求水价上涨 在这种时候 你说民间的声音 或者民意 还算个屁吗 所以还想用舆论 倒逼政府改革 弥补一些漏洞 将一些隐患和灾害 做到防患于未然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反而这种事情会因为 技术官僚越来越少 党棍奴才 在中国的官僚体系里 含量越来越高 就是党味越来越重 奴性越来越重 所有的体制内 所有的体系之内 个顶个的都是提现 木偶 服从命令 听指挥 没有命令 没有指挥 没有指示 就屁事不干的状态 那么就算我们看到这栋楼 已经快塌了 也不会有人给你修的 大家等的就是塌的那一天 什么时候垮塌了 砸死人了 什么时候领导 立即赶赴现场了 在这个时候 你再哭 再喊 就全晚了 是吧 作为平头老百姓 草民 韭菜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君子不立 威墙之下吧 其实这句话说的是挺凑蛋的 什么叫君子不立 威墙之下 是个人就不应该立 在威墙之下 找死啊 是吧 明知道这个大煞将清 明知道这堵墙 要垮他 你还蹲在墙根底下 拉屎 蹲在墙根底下 吃饭 是吧 那你不就是等死呢 现在在中国境内发生的 每一起安全责任事故 在老王看来 那都是必然 都是必然 没有一起是偶然的 也没有一起是纯粹的天灾 在中国 哎呀 最近这十年吧 一切都是人祸 到底罪魁祸首是谁呢 是吧 毛泽东死之前 中国人民吃饱饭之前 咱们知道 那些年 只有一个罪魁祸首 什么一个指头 十个指头的问题 就一个罪魁祸首 那么走进新时代之后 这十几年呢 发生了这么多事 死了这么多人 罪魁祸首是谁 是突然熄灭的交通信号灯 还是突然出现的大货车 还是闯了红灯的大巴车司机呢 其实都不重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 只要你还身在祖国母亲的怀抱 只要你还在中国大陆地区 你就在某一台大巴车上 同时你也在某一辆大货车上 说不定哪一天 人在家中坐 货从天上来 你就成了压倒高速的罪魁祸首 撞翻大巴车的替罪羊 背锅侠 这就是老王心中的新时代 好吧 今儿就聊到这 拜拜 当奴隶 当习惯了 你们就偷着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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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